如果以资本增值的角度来看 不论是新鸿基或新世界 可能股价表现未必可以合乎大家的期望 例如新鸿基 新鸿基52周低位大概是$90 而高位是$121 所以你大概计算最大的波幅大概是$30 所以如果去$90付加位置 现在是$95的位置 你可能见到它稍微低一些 可能在$90至$92之间吸纳 而全年的目标期望有三成的增长都不错 都可以是值得考虑的 至于其实这类型的股份现价来吸纳的时候 我觉得在收息作为一个考虑的时候 其实相对上都吸引的 现在新鸿基来说超过$5的 其实本地地坦股很久都没有试过有$5的高息 很多时候都是2-3厘而已 所以其实吸纳作为一个收息的考虑 我觉得亦是吸引的 至于新世界来说 因此价值更高 现在是超过$6的 比起刚才我们说到$5的 还要是高一点的 它的波幅的范围 就是计算百分比来看 其实是高于新鸿基的 它的波幅52周低位是$28.6的 高位是$41.5 但现在$32的位置比低位高了一成 可能现价买入时防守性未必有那么高 以投资价值来考虑 以及背景方面 可能倾向上跟内地的关系比较好 应该买新世界比较直博率会高 但现价未必那么吸引 可能看看有没有机会在29-30元之间吸纳 成算会高一点 不好